好 我請教郭喜大哥 柯文哲事實上到今年1月份 還拿了300多萬張選票 這個週末 不管大家怎麼嘲笑 小草的人數沒有以前升四號大 可是至少也是一兩萬人 其實事實上他能然有 一定的程度的政治能量 一定有 可是今天的他 事實上是羈押中 然後剛剛看到那一個 北檢提訓他 他穿的黃色上衣球衣的畫面 我也是覺得不勝唏嘘 他一度是要問頂總統 入主總統九五至尊 那如今快速的變成接下球 我覺得把小草群聚 我覺得也不太適合 現在用小草了 因為什麼 因為到現在一定有一點 就是豁出去了硬頸 反正我就是挺 反正我就是這樣子 不管他做了 最後證據顯示顯現出來的 最後談多少 拿了多少錢 我就是要挺 其實剛剛那個 我們王議員也有講 就是真的很像我們以前的廟禪 感謝師父 謝謝師父 而且江湖上大家都知道 坑文哲跟廟系列的廟禪 很好 因為廟系列有兩個 一個是廟天 一個是廟禪 江湖上說他跟廟禪是很好的 所以你看他說廟禪當時 你看在台上跳那些三八五 然後底下的人還 感恩 你就知道說那個不理性 不用跟你講道理了 也沒有什麼法律 但是我要提醒的 就是說政治人物 像我以前我經歷了引擎奉命案 我在這個選舉後我面臨了大概四五十個訴訟 其實我都不認為說我們 其實我都我親身感受有一些是不公平的 但是我不認為說我們應該去動搖那個制度 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制度是我們全體國民將來說 將來的我們的知識孫孫所依存的 它當然過程中會有一些更動 可是它就是一個可以信賴的制度 否則你告訴我還有別的制度可以取代嗎 沒有別的制度的話 其實現在的制度是我們大家應該共同維護的制度 讓他能夠說不管他有一些我們不滿意的 可是我們都必須要體諒說 這是我們大家依存的生活上 我們過日子都要依存的 否則壞人我們沒辦法辦嘛 那既然是這樣子 政治人物更有責任去怎麼樣 維繫我們各個社會的制度 而不是帶頭說 今天為了我個人政治生涯的政治的生命 所以延續與否 我們來動搖它 柯文哲已經收押了 現在剩下另外民眾哪個 大概就那八位政治人物 這政治作為政治人物 其實你看剛剛大家也都點到了 其實他們這些人也不見得說希望柯文哲說 真的釋放出來 然後再帶領我們大家 不是啊 就是什麼叫四線菩薩 我是基督徒 我跟各位講 就是這個犧牲了 然後讓他凸顯一些事情出來 所以不是說他們希望柯文哲出來 尤其是黃國昌 我一直講黃國昌是一個政治投機客 在選舉前 黃國昌不是民眾黨的人 不是民眾黨的黨員 只是選舉的時候 那個柯文哲把他放進了民眾黨所提的那個部分區的名單以後 變成了民眾黨 否則的話在選舉前黃國昌跟民眾黨沒有什麼大嘎的 那從這樣以後 他在他在過他 疑尊就到了這個什麼 到了民眾黨以後就開始怎麼樣 增加他的政治實力透過民眾黨然後能夠得到一些政治影響力 這是黃國昌 除了以外除了這個以外其他人其實剛剛講那個武春成 武春成是大家都知道是公關 只是一個賣公關的人 其實我說實在的戰國策的民生並不好 我們講實在的在所謂的公關這個領域 這個工作領域裡頭 戰國策的民生風評並不好 那武春成更不要講了 有很多爭議性的話題 那我只有一個就是政治人物在這個國家扮演的角色 你必須是什麼 維繫這個國家的一切現有的制度 而不是說我要 我因為我去 我影響到我個人 所以我要把它摧毀 這是不負責任的 像我我一直認為說 其實我受到委屈 我也不會說 我們今天要把這個制度給摧毀了 這是不對的 更何況你從政 你作為一個政治人物 你將來要 柯文哲還爭取過大位啊 對不對 你不能說因為我今天貪污了 我在我個人看 柯文哲是永遠不會認罪的 因為他的個性 他永遠不會認罪的 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就是抓到金流 定他的 就 鐵幫幫的定了他的罪 否則他不會認罪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